这片土地并不养人 我对这片土地没有一点感情 这是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呐喊 在山东资博市宜元县 中庄镇的一个小山村 杜忠生是十里八乡内出了名的文化人 被夸上一句 老杜更加春风得意 春节农闲时 老人们聚在一起缝帽子 一边缝嘴里一边咕咒 把自己的祝福缝进帽子里 咬春 咬春 是当地历春的习俗 铜锣敲响 萝卜在小孩们手中传递 咬一口就往下传 罗声停下 最后咬到的人 来年将会顺顺利利 伴着村头大喇叭传来邓丽君的歌声 老杜正在用水在地上写毛笔字 字迹眷秀飘逸 另一家的杜洪法父子俩 正在包苹果 父亲杜洪法留下了去年最大的苹果 准备让儿子累累带去学校 笨拙的单身父亲 不会装网套 遭到了儿子的嫌弃 第二天天高蒙蒙亮 父亲目送着雷雷上车离开 老杜是一名不合格的农民 除了农活 其他是他都信守拈来 这就在拉着二胡陶冶情操 其实老杜在音乐方面有着更高的追求 因为家里的条件一直都不好 女儿十五六岁就辍学打工工弟弟读书 面对现实情况 老杜只能叹口气选择了沉默 女儿带着男朋友回家 老杜丝毫没有老丈人的架势 对未来女婿表达了善意 雷雷两岁时 父亲就患上了精神病 母亲不堪忍受离婚离开父子俩 从小虽说有婶子姑妈们关爱 但终究是缺失了母爱 老杜一大早叮叮咚咚锤打好农具 开始下地离田播种 小块的黄土地理 种下的是希望 苹果树开花了 老杜爬上枝头 用刷子帮助果树人工授粉 不善务农的老杜 就连自家果树开花 都显出了贫富差异 花开的少 意味着今年的果子少 我一个人都一根大男人 实际上我都给你把个娘们 把个娘们我都给你不上 这不就说明的是 有着有下着下着 我留着着干啥的 今年的病讲都讲 下上了才拼了我来当 老杜对自己有着清楚的认知 但是自尊心还是让他脸上挂不住 转身出了果圆 我这什么唱花一句 你账户都说你 你干什么 你怎么唱花 你怎么怎么唱花 村之书上门拜访 请老杜写一幅标语 欢迎第一书记的到来 这种显身手的时候 老杜向来认真 大红纸上印上了漂亮的毛笔子 小车开到了村子里 穿着西服的驻村干部下到了小山村 由于村里资金匮乏 他们将目光放到了村里 为数不多的百年老树上 老树被连根拔起 由三轮车拖进城里搞绿化 老杜看到这种行为 义愤填膺 十分不齿 到了五月份 果树冒出了清果 老杜和老伴给果子套上带 一大把年纪的老奶奶也矫健地攀上之头 新来的驻村干部 大手一挥 规划着应该砍几棵树 怎样修广场 哪里装下水管道 轰隆声中 长了十几年的大树 在新书记的笑容中倒下 村之书成了背锅侠 村民不满树被砍 找村之书理论起来 花砖铺在了黄土地上 宣传栏也立了起来 夏至十分 小孩们霍霍起了树上的质疗 地上的蝎子 春之书为了村里的发展 四处找项目 我那边男人能学习人 去开了 我那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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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边 老杜对枇杷的向往愈发强烈 一天不买到枇杷 就感觉浑身有蚂蚁在爬 你真美啊 真美 不过这个东西可是 一世很难学 我那边不是就是 一山大山的 我那么反衝动 这么去做的 不是 这个东西 已经在我这个心目当中 已经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已经好多年了 我那边不是 你的乐器和我十年 你是第一队一队 那我还学不会 我还学不好 我那边就是对乐器 我有个 想到大的一个成绩 他找老同学陪着一起 来到县里的乐器店 最后吃六百九十巨资 买了一把枇杷 一回家老杜就对着老伴显摆 还让老同学哄骗老伴 才花了四百九十块 雷雷放暑假了 在婶婶家里帮忙 婶婶给她指认了母亲的照片 雷雷愣愣地看了许久 但一听到婶婶要带她去找母亲 她沉默了 大半夜 父亲肚红法又犯病了 拿着棍子对路边的石头猛砸 雷雷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这一天老杜的琵琶终于爆雷了 老伴知道老杜花了六百九十块天价买的琵琶 对着老杜一顿数落 老杜认为老伴压根不懂自己 老杜的琵琶是高雅的阳春白雪 而老伴眼中只有柴米油盐 人要吃饭 精神也需要填补 两人的精神不在一个层面 我需要吃饭 这个精神也得需要填补 也得需要 很高雅 这样就填补了 这样就输得了 我跟你说这个都没有 我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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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分时节 苹果即将成熟 家家户户摘掉套袋 村口的黄泥路也要开修了 住村的干部自掏腰包 想要给村民们开通致富路 却遭了固执村民的阻拦 虽然最终不欢而散 但路还是修起来了 以后村民的苹果 可以更方便地运出村 随着喇叭中响起 最炫民族风 苹果到了收获的时候 但今年的行情太差 苹果无人问津 往年这个时候 苹果没摘下来就卖完了 老杜彻夜守着苹果 半夜下雨 老杜要爬起来查看好几次 一年的辛苦不能遭了水 商贩开出的价只有两块三一斤 一番讨价还价后 两块三毛五成交 一共七千三百斤苹果 卖了一万七千块 成本就花掉七千块 因为在人家以后 他就在过村的这个努力 已经付出的很短很短很短 但这个得到的很少很少 他真是可以说 花十分的价以后 得不到三分 所以这个路 我讲到我一边 我就挪这个时间 我都挪得很心疼 老板认为这个收入 还不如出去打工 但老杜看得通透 到了十月双降 老两口收割着地里的玉米 今年的玉米大多被欢糟踏掉 老板气得恨不得下药 雷雷家的苹果入冷库卖得完 刚卖掉 父亲杜红法就给儿子打电话 咱们苹果没了 前天没了 咱们苹果还行 两块四毛吃 没钱和水上 村里出了大事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从脚手架掉下来没了 村支书上家里给老人慰问 老杜在棺材上写上了寿字 与棚织起来 在家属的豪库中 白石开始了 棺杜在家属的豪库中 棺材抬上了大山 埋进了黄土中 小子挺好 快来雨点 买了吗 买了 儿子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事故给家属赔偿了55.2万 家里人因为这些钱也反目成仇 闹得不可开交 大雪时节 试挂之头 老杜的琵琶还是没有太大掌机 雷雷在学校表现优异 大学里就考上了中级导游证 全省89个 全资博士都只有一个 女儿的婚期定下来了 腊月十三就要举办婚礼 老杜扛上一袋玉米 卖掉换了些喜糖红包 亲戚乡亲们都送来了洗钱 经过仪式 娘家的婚礼仪式就简简单单的完成了 女儿嫁人了 老杜拿出两袋钱塞给了女儿 男方的仪式相比就隆重许多 车上 弟弟不停的抹眼泪 老两口也是心情复杂 快过年了 雷雷这次终于鼓起勇气 跟婶婶一起来到二十年未见的母亲家里 一见面母亲就紧紧抓住雷雷的手 二十年的委屈 在这一刻释放了出来 过年收拾屋子 老伴翻出了老杜的光辉历史 老杜曾经在鲁迅文学院里办过四年学习班 搞过文学创作 这些都是陈年稿件 老伴嘴上说老杜这些都是虚度光阴 两老过了一辈子 虽然精神层面不曾水乳交融 但也算是能够白手偕老 实际上我内心 我很精疲 他 女爸爸 我的部位的错 我的地位我也没有 我跟你说 在这个家里 看得通透的老杜 其实是生错了时代 生错了地方 实际上这个土地 对土地有感情 我实际很容易忘记说 实际上我一直都对土地 我就没得感情 但就是没办法 无奈 是吧 因为咱们 我方咱们就这个 怎么有不起的口善 但就是 只要自己平大 只要自己努力 特别是下跌 我们后来挑战以后 都好好都说 千万千万的 这个土地不养人 我和你说 咱们这个土地 在那么平静土地不养人 或许换个环境 老杜可能是文明一方的文学大家 又或是一名真边实陛的政治大家 你一定好好 你别看他 你这个一辈子不成功以后 你耍心 不是 不成功 不成功的这个教训啊 比成功的经验还算没问题 这是需要的 这是一辈子的心血 一辈子的累 春节到了 村民们组织了文艺会议 接地气的民歌 高音起步来的青藏高原 迈克杰克逊的舞蹈 都赢得了满堂喝彩 最令人感动的是 累累的一首父亲 谢谢你啊 父亲听了直抹泪 到了老杜的琵琶独奏 下面的观众听了都要改 这就是农村最真实的样子 想要比较还讨论 别看 没数 谢谢大家